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庭汪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的《客行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易德台仰 大家好 小白红社长,纽西兰的Raymond Wong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最重要是订阅汪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波浪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到这里,又是讲法庭新闻 前年《和理午餐》一开播的时候,真是相当之大事 吃过午饭的时间,都搞到中环风烟四起 不过此时彼此时,随着这帮黑暴的退潮 一开始,前年11月,就是这宗案件的时候 又扔砖,又要眼泪弹,又要遮阵 噴巴士,很多东西都出齐了 去到后期,只剩下午饭酒 一个人,继续在商场上 要什么和理午饭,举什么手势 如今,连午饭酒都没有了 回想一下,当初这个案件里面 这个31岁,这个前证券行的文员 你其实当时,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笨 这个《和理午饭酒》 当时又和你一起搞这些事情的人 究竟已经去到哪里呢? 他们所谓的信念,争取民主自由 这帮人究竟又,现在怎么想呢? 我都很想知道,很好奇 不如我们讲一下这件事 这个事主,他有什么要说 和当时做了什么,好吗? 好 简单讲一下,这人当时参加了《和理午饭酒》 在中环最热闹的地方,近着LVE那边 可以说是打镬境 当时你会发觉,周地都是那些叫砖头 有些是用来扔,有些就希望等到那一带 那些车就不能够去经过 有个砖头你不会滚下去 戴上口罩或者蒙面的东西 也找到他有喷漆 他现在被控暴动罪 他现在也认了罪 交加上了三项的罪名 这事有臭口 他和之前有一个盛传 就是说他在831太子站被打死的一个手足 韩保生的名字一模一样 我初来以为大马术一被我看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人回来香港呢? 因为那个韩保生他说自己 另一个名字就不知叫什么暗谋 那很多媒体拿回两个人出来对比 是不是他这个人的名字被套到831那里用呢? 还是怎样呢? 这是一件事 那说回了,他就今天在这个区域法院 承认了暴动身处非法集结时候使用这个蒙面的物品 和管有物品意图摧毁财产三项的罪名 刚才也说了,在那个近住LV不打街那边 搞到那一带就严重交通擠塞 甚至乎是瘫痪了 附近商铺和银行都要即时关闭和停止营业的 而这个被告保生哥呢,他就和其他手足这些暴徒 一起开行这个遮阵呢,就扮了,挡住警方了 但其实是怎样呢?前面就挡,后面就扔砖,扔倒警车了 因为他就扔了两个是他的,那现在就继续挽押了 除了扔砖之外,还有BBQ的 整个双层巴士被截停了 当然了,那些乘客都走了,司机都好像走在我印象中 剩下巴士都被你噴到整个巴士都是污里麻擦 噴到什么反抗啊,那些什么加油啊,香港啊 那些这样下去,很多这些东西 那他们当天呢,由12点钟那样搞搞阵玩下去呢 下午3点多,警方后来就再次抵达现场,再驱散了 那这个被告呢,当时还不愿意走,再和其他那些暴徒呢 一齐组织这个散阵,和警方对峙 那去到后期呢,还扔了这个汽水油多弹子 再弄了这个路障,BBQ版的路障 那后来呢,那班人呢,不知道做什么事 就想尿兽散了,突然走 那最后呢,这个韩保生,保生哥呢 就在置地广场,一个入口的位置 就被警方拘捕了 那好了,大家听到他这个人呢,这么瘋 12点打到去3点,就是中午12点打到下来就3点了 又遮阵啦,又扔砖啦,又这样那样啦 他听到呢,你觉得他是相当勇猛啦,是吗? 是啊,勇者无巨啊 哇,直接紧要,毫无威胁,在那个中环里呢 作战了三个多钟啊 但是呢,你看到现在在那个法院的时候呢 那个辩护律师呢,帮他求情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都嗷了嘴,你竟然可以作到一个这样的理由来帮他辩护 他说,他当时啊,都是打算你,参加一个和平的游行而已 后来,他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才作出了这次这件案件的行为 还形容他什么?他当时是神不由己的 喂,你又扔砖,又遮阵,又这样那样 也有很多片段拍到你呢,敲砖啊,散阵啊,这样那样 还扔了两个出去的嘛,就是那个证供显示了你 可能说,喂,怎么知道两个啊,三点,十二点至三点 起码都三十九啦,我们记住一件事 就是,我们跟回法庭,见到的证据,来说的 他说,他申不由己是不是日本名来的? 那些什么游己啊,申不由己夫啊,那些 都是三岛游己夫啦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些都不太懂日本人的名字 要怎么说的嘛,是吧 是,那他就申不由己 他辩护了一句,真是很正经 他就在这个红楼里面,推下推下,推下,推下,推下 他就做了一些他不想做的事啊 咳,三个小时啊,神打,上了身啊 那还说什么?你看看他,虽然又扔砖,啊 又举散阵,又和那么多手组在那里 鬼叫,整三个小时,然后说,不是啊 其实这个被告呢,他本来呢,都是很温和的啊 他也都不是一个带领的角色啊 那可不可以轻判一下呢?这个就笑死我了 他們當時都挺瘋的 為什麼呢? 社長也知道了 北打街那邊的十字路口 現在城中也說了很多十字路口和交通燈那方面的問題 他們當時在北打街的十字路口 除了點起火堆之外 也將一些插滿了鐵釘來改裝的交喉館和竹枝 扔了去北打街的十字路口 載到去爆炭的 這幫人是不是瘋了? 他不是北打自己人 不好意思 這些都是搞爛戒的 不過 我覺得很奇怪 我現在聽到他這樣說 說自己是見證 身不由己 哪有身不由己 這個紅樓推他這樣做 我們再說一些他們當時在說什麼 這個紅樓夢來的 看來也是 還是紅樓口水呢?這個人 好仔不當菜 當菜正什麼街 然後就說這些說話 香港人 暴牛 還有接著一說到暴牛的時候 幾百人一起衝出來 就擋著那個乾爐到中國的行車路 又不知為什麼突然這麼快 有這麼多磚在那裡 他們就馬上狂飛了 好了 我們再說一說 除了什麼紅樓 紅樓還是紅牛呢?不得而知了 令到他走上這個絕路 好了 接著又繼續把他的求情都說出來 有這麼慘 都這麼慘 就是品夫人小人住在蘇州的城邊 家中有屋又有田 生活樂無邊 誰知道林鄭月娥 橫橫不檢點 勾結中央就目無天 勾結中央 接著再叫警察來把我一棍來打扁 哈哈哈哈 然後在那裡數白癩 在那裡數了 辯方求情求什麼呢? 被告啊 教育程度就中五 中學畢業之後就做過地盤電工啊 也都做過餐飲工作 安發前呢 就做這個證券行的文員 出身儲近家庭啊 年幼的時候不是住在什麼蘇州河邊啊 父母忙碌啊 將他交給內地的親戚拖館啊 直到三歲的時候啊 才能夠來到香港的而已 來到香港啊 接著呢 他的父母呢 啊 又沒有時間照顧他啊 又將他交給親戚來照顧 那這些呢 和這件案呢 我不覺得有什麼關係 哇 等於那些呢 想做議員 還是想做政界人的那些呢 連他自己小時候打冰箱 拿冠軍那些威水士呢 都要拿出來講的那些 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啦 你幾多三歲來香港 什麼沒有人照顧 那和扔磚有什麼關係呢 是吧 接著繼續說吧 哎呀 還有一個呢 大他八年的家姐啊 家姐呢 至少呢 成績優異啊 現在是會計師啊 啊 啊 相反這個被告呢 讀書不成啊 還經常呢 被那些父母呢 拿來 和那家姐比較啊 令到他呢 出現呢 和家人磨擦啊 啊 啊 之後呢 父母離依啊 啊 也都被父親虐待啊 被父親虐待不等於 你要出來扔磚的啊 是吧 那跟著說 啊 啊 去了呢 這個波道兒童之家就住了六年啊 一直呢 到被告的那個姐呢 生了個女兒 在一家人呢 那個關係呢 才得到修補 那修補了 你還出來扔磚 是吧 那跟著好了啊 就說 又接著繼續說了啊 在波道兒童之家的時候呢 得到他們的院長呢 撰寫這個求情信 就說他在六年裏面 原來呢 都有在裏面不訓炒 就和那些職員呢 有爭執的 那後來呢 都學會到合理表達意見了 也都為被告呢 發聲 還是怎樣怎樣的 喂 那 即是他在裏面什麼表達意見啊 那他裏面又沒有扔磚 是吧 就是 拿著一塊磚 咦 這是不是不滿意啊 那就繼續啦 又說 可不可以拿到很多不同的求情信出來啦 就說這個人說 本性善良 會思考人生 關心時事 又扔磚 又BBQ 又說髒話的 你還說他是一個和平理性的示威者 你知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啊 這些辯方的求情信 為什麼呢 就像西門梓敬興就說 何志光是全香港最理智的KOL 最理性的KOL 完出一次的 你把準則降到這麼低的話 那他也是和平理性的 你說那也要那塊磚而已 是吧 完出一次的 他也是有仇必記而已 沒事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也要亂插人 插錯了一年之後就說對不起 這個被告呢 他和磚方面都有淵源的 那他在這個案發現場那裡有幾樣東西的 除了扔磚 敲磚 掃磚 掃磚 就是他把這個磚 玩得出神入化 他其實這個叫做拋磚引玉啦 就是他引致自己要坐牢 入獄個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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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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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神經病 你說到他幾多歲的老爸 幾多歲的媽媽 其實跟這件事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什麼的 你說到自己有多慘 其實又有什麼作用呢 那我繼續說吧 其實最主要就是 差太遠了 我覺得 那個時間 那個差距呢 你問一下 那你不說這段時間 你做證券 可能你覺得你 要是你告訴別人 你為什麼要去扔磚 要去搞這個遮陣呢 你要告訴別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那好吧 那就繼續說 香港的社會不公平 所以我們就要 碰到我的 是啊 沒錯 碰到你就可以 碰到你就可以 碰到人家賺很多錢 但是為什麼我賺這麼少錢啊 不公平 所以我們要攬炒 那我也找回 當日2019年11月12日 在中環的和理午餐 其實都幾多人出來了 當時那幫人好像鬼上身那樣的 好像那些冤魂那些那樣的 他們完全地有一個方向在那裡走 走的時候也都會舉起五隻 即其中的一隻右手 就會一起舉 向天這樣舉 有五隻手指 我不知道五大訴求是什麼 整幫人呢 這樣好像按摩摩 你看到有些是回辦公室那些 就是穿衣服西褲啊 有些人就有一套衣服啊 有些就 你看到全部都是上班戴西裝啊 還是怎麼樣的 其實看回當時中環呢 其實很多地方都不如噴字噴到什麼了 例如那些什麼X人填命啊 X債X常啊 那些 都有噴了一些扶手電梯啊 這些這樣的 即是當時香港人的生活 想起都很可怕 要和這些這樣的文宣 一起成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還有當時吃飯的時候 都這麼多這些的茂利出來了 那他可能有機會 當時只不過是舉五隻手指 不過看回他的裝束呢 和他有的裝備呢 也都不像喔 正常來說 你上班的 會不會帶著一支噴漆呢 再者 他做的工呢 是證券行的文員 我想問你們派什麼呢 派什麼呢 證券行包括收數的吧 哇 那就很忙啊 文員知道要收數嗎 唉 即是好像那些古惑仔 紋了身 但是呢 就拿件襯衫遮住那些紋身就扮文員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純粹猜測的 這個就是 陳浩南都去教書的嘛 一集去了 是啊 我就是想起這件事情 嗯 也挺好笑的 那個11月12日這一宗和理午餐 都有不少人就被拘捕 不單止是這個 那有些就可能就這樣非法集結啦 當時候呢 希望那個保釋條件呢 可不可以寬鬆一些啊 例如讓他們離境啊 你都瘋瘋的 如果離境的話還得了呢 那這就是一件事了 今天就回來啦 說到這麼悲天悶人啊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呢 看個勢呢 都是有點問水的啦 那為什麼他要認罪呢 其實基本上呢 他由12點15分的時候啦 直到下午的3點11分的時候呢 全部的情況呢 都基本上很多呢 已經被拍到出來的啦 那很多話說啦 所以一定要認罪啦 還有呢 他又說什麼什麼紅樓推去推去推到這樣做呢 但其實那些相片都挺搞笑的啊 有些片段也都拍到他呢 例如那輛警車走了 他追著警車要扔磚喔 很厲害的紅樓啊 是啊 那個紅樓為什麼這麼勇猛呢 推到你這麼遠呢 推到你扔磚 向警方再繼續扔雜物啊 還是怎樣啊 爛到沒有東西很流 爛這個紅樓真是 是啊 歷史的紅樓 歷史不會說謊的 就是這樣吧 遲些有紅樓啦 可以 因為紅樓嘛 紅樓夢 是吧 那可以有紅樓 那些律師可以說自己是研究這個紅樓學的 是專家來的 歷史的紅樓 我就是專家 就是當個大辯方律師呢 幫你用到是紅樓推到我的 當事人呢 他這樣做呢 其實那個裁判官不罵你呢 我覺得已經相當給面的了 如果可以說呢 希望人提供到資料呢 這個律師究竟會612付錢呢 爲什麽那麼帥呢 幫那個當事人做那個辯護 你覺得歷史的紅樓推到他這樣做呢 你覺得那個官員會相信嗎 會因爲這一句呢 來減低他的刑責嗎 那就不行啦 大哥 你看回現場片段 那麼厲害的這個人 不過呢 想起都幾可憐的這傢伙 本來在上午還在辦公室 下午 咦 寶生呢 他在哪啊 暴動啊 現在暴動啊 你在哪啊 寶生 在扔磚啊 扔磚啊 扔到3點多的時候 怎知道 我拋磚引獄 老闆 我去了拋磚引獄啊 我現在去拋磚引獄啊 幫你找客 找客 其實原來找客 找了進監獄 送中文件 送中文件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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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 塞車 塞車 有人和你在餐廳 我在找路 找路 我被紅樓推了過去啊 推了過去 哈哈哈哈 紅樓太厲害了啊 那個紅樓 你看不到嗎 收了一整身 真是慘啊 那好了 這宗案件 我想這傢伙都四五個都走不掉了 好了 今集我們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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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